牛于嘴的传说 一个个美丽的民间传说 就像一杯杯香气扑鼻的清茶 让我们回味无穷 这些美丽的民间传说 反映了当地民间生活习惯 表现了他们的聪明才智 让我们产生了许多遐想 今天就让我带给大家 一个牛于嘴的传说吧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 大茂山是一片大海 海里住着南海龙王儿子龙 岸边住着牛魔王的儿子牛 和鲤鱼精的女儿鱼 鱼和牛从小青梅竹马 经常喜欢在一起玩 在不知不觉中 他们都已到青年时期 牛和龙同时爱上了如花似玉的鱼 而鱼只爱上为人忠诚 力大无比的牛 一天 牛和鱼约会时被龙看见 龙顿时火冒三丈 立即要和牛决一死战 这场大战 战了七七四十九天 战到翻江倒海 天昏地暗 仍未分出胜负 结果大海干枯变成了高山 也就是大茂山 这件事终于被上帝知道了 于是上帝把龙 领在大茂山的山顶上 把鱼锁在了半山腰上 把牛赶下凡间做苦意 就在牛被赶下做凡间苦意的前一夜 牛和鱼在大茂山的山嘴上 做最后的生死离别 最后 人们为了纪念牛和鱼 这个凄美的爱情故事 就把大茂山叫成了牛鱼嘴